嗨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到了我们每一个月的 幸运占卜的时候咯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 最近你有什么好运 会中什么奖 好吗 那请各位观众朋友呢 帮我们深呼吸 三次让自己的心灵沉淀下来 你可以在脑中想像有一道金光照着你 然后你就心里想 最近我会有什么样的好运 会中什么奖呢 然后张开你的眼睛 看一下我们眼前的牌 从我右手边到左手边 123456 来选择你的直觉最强的牌 好选好了吗 我想应该大家都选好了 如果你没有选好的朋友 你就帮我们按一下暂停OK 好不好 好来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 第一个牌 第一个牌叫开心奖 哈哈哈哈 恭喜各位朋友 你抽到的叫做愚人牌 你们看到这个牌上呢 有一个人很开心的往前跳 他不管前面是危险的还是不危险的 他心灵非常开心 所以呢 嗯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代表你最近的奖呢 就是随你奖 开心奖 活在当下最重要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不见得要外在得到什么东西 但是你活得开心 就是一个奖项好不好 所以恭喜你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 太阳牌 你会看到一个人骑着马在阳光之下 而且呢 也有跟太阳有关的这个相日葵 那么太阳牌呢 它有几个方向的好运哦 第一个叫健康 好如果你最近呢 想要变得更健康 看起来气色更好更漂亮 我觉得这太阳牌是祝福你的哦 那第二个呢 太阳牌它其实跟人气有关 比方说你在团体当中 很容易被大家注意 很容易被异性喜欢 很容易被老板夸赞 好这个太阳牌就是你像个太阳 大家都围着你转 那第三种可能呢 太阳牌在传统的意思上面 是有那么一点点那种 嗯 孩子赤子之心的特色 所以也许如果你是想要怀孕的话 这个牌是有点机会的 但是呢 我觉得它重点 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人气 或者是健康 那像如果你最近很想在 网路上红啊 或者是得奖 这个奖有的时候是说 它可能是人气奖 那我觉得你抽到张牌 有可能就容易得奖了哦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张牌 金币衣 恭喜你 最近你很容易有财务上面的获利 比方说 哎 可能可以跟老板谈一下加薪哦 或者是说 可能有一些其他赚钱的机会咯 当然 如果你是做生意买卖 你想要买一张乐透 我觉得 有何不可 试试看 那当然 呃 这种牌 你看到有金币 有金牛 就是很丰盛的生活 也许 你并不觉得你有赚到什么额外的钱啦 但是这张牌 它一定是有在暗示你 会有很丰盛的生活 你吃好的穿好的 朋友这个送你礼物啦 别人请你课啦 有额外的一些厂商的赠品啦 等等等 嗯 这张牌都在告诉你 你最近能力中的奖就是 可能中的是真的奖哦 或者是你就会得到财务的好处 好 再来我们看第四张牌 圣杯时 哦 那各位朋友呢 你可以看到这一张牌就是有 一个家庭的特质 好 所以这张牌它本质上呢 呃 可能是有成家的机会哦 或者是说 你最近是不是要布置一个 舒服的小窝了呢 还是说 你最近真的是有 怀孕生子的机会呢 好 那这张牌它强调的那个 小孩的特质啊 第一个是 你看有两个人 所以有怀孕的特质 第二个这个怀孕 它一定是跟 爱情或家庭的稳定性是相关的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怀孕的朋友 这张牌祝福你 很容易中家 如果你是想要结婚成家的 这张牌也有那个意向 那你说老师啊我单身我骄傲啊 我抽到张牌怎么办 可能呢你最近在家庭环境里面 其实过得蛮愉快的 跟家人的关系 好 或跟你的室友 或者你养狗狗养猫猫也OK的 好不好 正悲识就是一种情感上的快乐跟满足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第五 第五张牌 恋人牌 好不好 如果你抽到第五张牌的朋友 最近你容易中的奖叫做桃花 好 就是容易有桃花恋情的机会 那这张牌呢它其实有三层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如牌上所看到的 左右逢圆 广结善缘 有桃花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说也许你在某一段关系里面 是有一点点要纠结的 所以张牌其实不只是在告诉你 你有桃花 它其实也在告诉你 你最近可能要做一个选择了 当然如果都没有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你现在在两个喜欢的事情上 在做选择 好我要买A车还是B车 好我买这栋房子还是那栋房子 我要换这个工作还是那个工作 它就有一个在十字路口 要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的特质哦 好不好 所以恭喜选到这张牌的朋友 那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 战车牌 战车牌 战车牌代表你最近容易中的奖呢 叫做胜利奖 特别是要竞争的 比方说这个比赛啦 或者是说这个票选啦 有竞争对手的 那比方说像最近的金曲奖 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在选哦 我们的节目单位 一直问我说谁有机会当选哦 这其实我觉得啦如果呢 今年你是风向跟这个火向能量比较强的 是比较容易有竞争获胜的可能 因为今年整个天象是这样啦 比方说像我们看那个男性的歌手的话呢 我觉得像寿子好像是天秤座的嘛 那凌聚节是白羊座的嘛 就是风向火向啊 田木真它是白羊座的嘛 你看火向嘛哦 那万芳好像是这个巨蟹座的 但是我记得它好像月亮是在风向 好在双子座 所以今年理论上火向风向是比较容易得奖啦 就是我们讲的是一个几率 或者是说你会比你往年的成绩好 好那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今年在年中的时候 因为5月14号到7月28号 木星会很快的进入双鱼座 所以有可能带有一点水向能量的 双鱼啊巨蟹啊 甚至天蝎也许会有一种改善 或是意外的小惊喜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也会有一些好的可能 那岔题了我们回来讲这个牌 这张牌另外一种可能是你看到它 它是一个人在架两匹马 黑马白马 这个叫做日以继夜 夜以继日 所以张牌一定代表你现在是非常努力的 为着梦想而打拼 所以张牌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好所以你可能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相对的好运哦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6月份运事 希望大家都能在6月顺利拥有你自己的奖项 我们下个月再见